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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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认为戴献玉此举有备加规 于是出言训斥了戴献玉 却不曾想会因此酿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戴献玉是个自尊心非常强的女人 她在张家本来就呆着不顺心 这次又被张作霖当众呵斥 于是心灰意冷 竟偷偷跑到凤天城南的一座尼姑庵出家为你娶着 尼姑庵的师太知道戴献玉是大帅夫人 不敢擅作主张 于是派人去请示张作霖 当时张作霖正在吃饭 她听说自己最爱的姨太太 竟然要决议出家 非常震惊 但是张作霖非常了解戴献玉 她性子俊 主意大 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 于是张作霖叹了口气 推来人说 可以出家 但不可落发 从张作霖的这九字里不难看出 她还是希望戴献玉有朝一日能够回头 她心里还是深深爱着她的 但是仅仅一年后 戴献玉就一遇而终 年仅三十一岁 结局实在悲惨 强扭得瓜不甜 张作霖强娶有夫之妇 却终究仍得不到她的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